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面跟各位分析 他就从出国到四国之间 然后实性位转换 施子这个部分 所以通通在解脱道里面 通通在解脱道里 这个是实性法门的特质 而实性法门里面要有普玄心 要有普玄形 这个叫做法言的解脱道 他不是法言的解脱道比原始解脱道多高明 不是 而是他在这里头啊 你出发心的时候就给你加入了普玄形跟普玄心 这个普玄圣的基因嘛 那么修行的技巧跟药灵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现在各中各派啊 各个指导者啊 在教你的喔 是不是能解脱啊 那我就不能跟人保证了 因为那不是我的事 对不对 因为现在这教的不是我们的弟子啊 我没有办法替他跟你做保证说 他教的是不是能解脱 那么你要跟他学 他要跟你保证 因为这不是买卖 这是师徒之间的关系 师徒之间的关系 我们有一句话 现在的话讲得很清楚 叫信托 叫信托 师徒要接受你的信托 而我要完全信托给他 他来指导你 那他假如不能够达到这个标的 那他要负责任 这个没有法律责任 但是他有因果责任 可是这个时候就产生了 假如他是个宗教野心家的话 他要欺骗众生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就是社会问题啊 所以各位 你现在在学宗教学的时候要弄清楚的是 一个是不是正法 因为在刚开始啊 他绝对会跟你讲 哇 跟你负责 就像去年 那个叫什么 叫什么 什么豆啊 纳豆啊 对不对 卖你的都说 纳豆多好多好啊 那谁授权给你啊 结果那几十家 纳豆公司啊 都是从网站上面 看到日本一个纳豆专家 发表的文章 说纳豆多好 那我们中国人就跟着流行 一窝蜂的去 结果没有人授权 这个东西一查出来 现在没有人在吃纳豆了 有吗 人家一查你就不敢拿 因为你是什么 透过广告跟行交手法在推销纳豆 不是纳豆真有什么 因为纳豆不是这样吃有那个效果 它是要经过体练 那体练是有专利技术的 人家没授权给你 你只叫人家吃纳豆有什么效果呢 对 前一阵子不是流行吃绿豆吗 台湾也吃过黑豆啊 什么黑豆 绿豆 红豆 那乱豆 吃一点不要紧 不要跟着流行乱吃 吃太多都是那个蛋白质太高啊 对不对 豆类都是植物蛋白质嘛 吃多的话老人人还会那骨 骨折疼痛啊 对不对 这个都告诉我们 你不要妄作批判 可是今天我们作为一个 你是一个宗教学者 或者甚至于是个宗教官员 你凭什么来判断 它是正法 是正确的 它不欺骗众生 你现在碰到 它说我一定可以教你 就像纳纳都一定有这种东西 它拿很多资料给你看 是是没错 那你怎么判断它是真的假的 结果我们记者还真的不耻老虎 跑到日本去问那个专家 那专家说我从来没有授权给中国 那 好了 全部都倒闭了 对不对 那你现在身为一个宗教官员的话 你怎么看到 它是正法 现在大家都打着宗教自由要进来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让它自由 你是正法当然正有自由啊 可是当你是写法 我不能让你对社会造成伤害以后 我再来处理啊 那是不负责任的状况啊 你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负责任的官员 那如何防围杜鉴 那我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修行一定有所本 任何宗教一定有所本 它的本啊不是拿一本圣经出来 一本经典出来就是本 这个不算 这个只是经的依据而已 它还要有一套完整的方法 叫做圣的行法 然后呢它有一个中的行法 它要有三个东西啊来对照 然后它的这个对照 那个依据要一定要很明确的提出来 理论结构 当然那些理论结构拿给你看 你不见得看得懂 不见得看得懂 可是它必须确实 而这个确实不在于它现有身边的人出来作证 你要留意这一点啊 身边的人只是旁证 它有可能是共谋 你知道吗 台湾有一个说他把他相片挂着 他晚上会分身啊 从那边下来陪你喝茶 这讲好听啊 晚上会分身过来 那要是陪你睡觉怎么办 这就问题啊 他既然会分身晚上会从相片走下来 这真的还是假的 就有人挺他 就有人会挺到底的 那所以从旁边来讲的未必 他可能是串 串共 你知道吗 那你要怎么办呢 叫他马上实践 实践不是百分之百都能做到 那也不可能 那你这个是找人家麻烦嘛 不可能百分之百 那么至少你要一半以上 对不对 那你屡事而不成 那根本就是假的嘛 这就是你必须做一个约法的地方 约制的地方 你几次可以完成 你自己讲嘛 那你不能十次都不完成 还说你怎么疏忽啊 对不对 三次有一次总可以吧 三次有一次就不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啊 就百分之三十啊 那至少你总有一次是成功嘛 那你搞十次都没有 那你要到什么时候才有 更何况 在一次测试的时候 十个人当中 大概要有一半以上的人 要五个到六个 产生你所讲的预期效果 这才对 而这些人必须 离开 离开你的群众 因为群众已经是你的人了 也要离开政府的检查机构 这些官员 因为这两个是对立的嘛 他可能都有主观意识 那你要从一般的民众当中 来的 他们无知经过你的训练 你的指导是怎么样 假如说一开始就可以马上进入状况的 那你就要知道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因为那个是从外向来 不可能一开始就马上进行修行 他一定有一个培训过程 最短也要个 所谓三五堂课嘛 把你修行的状况讲清楚嘛 那你就可以从他在讲的过程里了解到 他所说的是真是假 好 这些人经过他的讲法下去做训练 他是被暗示而产生的 还是真正自己来进行的 他有一套的教学方式嘛 那过去他的教学是怎么教的 实际训练是怎么训练的 那这个过程你经过一次 会有预期的效果 那预期效果不见得完全是正确 你训练三次 每一次假设二十个人 三次就有六十个人 六十个人把他们实际上所感受的经验 跟心得记录下来 我想对于一个官员在判断 这样的一个修行方式是否正确 是不是就可以知道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方式 当然这是比较麻烦 可是你在办案就是这个样子 尤其这是一个社会事件 非常严重的社会事件 要不然你就变成宗教信仰不自由 要么你就犯难不负责任 会造成社会广大的这种伤害 这个就是一个状况 所以在修行解脱道的这个过程里 他一定有质量道 他有工程面 有技术面 你要仔细的话 就可以从这上面可以看得到 假如你是一个对于宗教修行完全不知道的官员 那你处理这个问题一定很棘手 那你就会造成怕 对吧 那你要是有参与 你就可以了解他的整个过程 那你参加不可能每一个中派演都参加 但是你会发现他有所谓真正的帮助作用 那么技术面你就到禅堂才能教你 什么叫禅禅金三角什么叫自信一处 那都不是语言讲的 那都是你自己要去实际上去做才知道 那么解脱道理主要出信就是出国 这个就是出国味啊 就一般讲的修行成就的安那汉 这个是司陀汉 这个就是奥国 这个是虚头汉三国 这个就是阿罗汉四国 这个是破我执 这个是双破 我法奥执 简单的跟各位谈一下 这个出信因为他有标准的 不是我证出国就出国了 台湾有一个三国 他自己说三国 三国大概是水国 他证明他的地址哪个是证出国哪个是证澳国哪个证三国哪个证四国 我看这个好像是奇异国 苹果 跟芒果同样加进去 这不是这样讲的 他有一定的标准 有一定标准 因为这个地方是到达这里啊 叫出国巷 那里面要具备很多条件 到这里啊 这个我们叫修行开始线 你从这个地方才正式修行 所以叫正行啊 前面叫前行 你是新兵训练在兵营里头受训的 现在就开始要上战禅了 这个叫解脱道的修行开始线 那么到这个地方来 这里是海印三面的修行开始线 就妙行这个部分 这是完全不同的 好 现在出国 你到这里到这里有一个什么差别呢 第一个 你转六四 只一分就转一分 六个只转一个 成 转一分为 成所作制 专 第六义士 因为古代以来一直讲第六 这个跟六四不一样啊 为妙观察制 结论我可以讲 那你要知道是怎么做的 怎么做到这一点 这个才是关键 修行是讲你怎么做 你怎么实践到达这里 那那个就是你的定 前面讲到这里有一个正定啊 你要入正定啊 正定里头你要去见到真 感受到真心的存在 就波日的存在 也要感受到波纳的存在 都感受不到的绝对不可能进到这边来 也不可能啊 转一分 转一分 四成 成所作制 也不可能转一分 第六义士 成妙观察制 这不可能的 因为你要转 这不是用念的 你就能转了 是实际上 是实际上你要去训练 训练到正定 让真心现前 感受到波日与波纳的存在 那这里你才有可能做 不然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好 这出国这样就简单啊 讲起来很简单 马上就可以争奥国了 你这个前面没有啊 这个叫做什么 光说不练嘛 你懂再多也没有用啊 学者这个可以懂 我讲给你听你就懂了 假如说这个你都听不懂 那你在叫什么知识分子嘛 好 那么二国呢 二国跟出国什么 他是转 六四 前面六四啊 为统统转了 成所作字 同时转 第六意识 为妙观察字 统统转了 但 这里有一个特色 能 能是妙观察字啊 成所作字是所啊 能所 各各各不相知 也就是 这个真心的般若啊 对于能所啊 是分开作用的 分开作用 那么到三国呢 他能够能 能 所 合一 他能合一啊 能所合一以后啊 会发现啊 六根通用 而平等 而平等 这个时候啊 转 第七 莫纳士 为 平等性质 有些人 有些人啊 你怎么一直讲这个 不讲这个 讲这个干嘛 你这个就达不到 讲这个干嘛 你这个通通做到了 这个就到三国 你就知道了 讲给你听也没用啊 你也做不到啊 好了 当你发现 这个就是 当你悟到 悟到 平等性质 看一切境界 六根 是一的时候啊 那不是 一切平等嘛 悟到平等性质 作用于 一切境 而 跟 跟 互用 平等 这个时候就成 转第八四 为 大圆境质 你正出国了 正 正四国了 马上就正得了 你正得没 你就知道了 知道没用了 正到才算了 我一讲你就知道了 知道这些呢 对你来讲 一点用处也没有 你还是烦恼 你还是痛苦 可是当你真的这样实践过来 走这一条路的时候 烦恼不清 因为一切平等 你知道吗 这个时候就真的一切平等 你有什么痛苦啊 对你来讲啊 都不起作用 因为痛苦也是一法 快乐对你也没作用 因为快乐也是一法 快乐等于平等 平等平等 你会说这好无聊 既然痛苦也感受不到 快乐也感受不到 那修行到最后成阿罗汉国 要干什么 就告诉你烦恼不清 那么到这个地方叫破我执 叫破我执 破我执啊 是五蕴不起作用 五蕴皆空 有没有 就在这里 那么到这个地方 连六臣也不起作用 六臣啊 就这个地方是蕴 蕴不起作用 这边是 臣不起作用 臣不起作用 臣呢就是四大 六臣 六臣 都不起作用 这个叫做 破 破这个蕴破法执 破臣的话就破 破蕴是破我执 破臣的话是破法执 我法二执就破了 这就是九姓位的菩萨 九姓位的阿罗汉 这个阿罗汉啊 在原始佛教里 就叫做大阿罗汉 后来的 就叫做原始佛教啊 就布派佛教啊 他把这个地方再研究 再分析 阿罗汉有六个阶级 六个等次啊 六个等次啊 那我们就不详细说了 那个是等 研究布派的时候 你再去研究 我只简单的告诉你 分破法执跟破法执的阿罗汉 破 这是破啊 破就是在你的生命基因里头 不存在有这种东西啦 只要破我执就可以成为圣人了 破法执啊 当然是大圣人了 就我法二执就破 破法执啊 通常会破我执 只破法执不破我执的 理论上没有 理论上没有 哦 那个 你要认为说你是这种人哦 那我也没办法 哦 因为 因为个别事项很难说 哦 尤其现在透过激光来创造的 哦 教旨都可以量产的 哦 哦 这个这个是 啊 这个解脱道修行的一个大概状况啦 我我只能够讲这一部分给给给各位 那么 从行法上来的话 那 那当然可以讲的更多啦 但那不是讲的 它是在禅堂里面进行的 所以有机会啊 您去接受 这些指导你禅修的人 看你有没有办法讲 哦 要不然我们要等于有机会 哦 我们有地方啊 那再来实践这个部分 当整个社会环境遗远还没有成就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在大陆这个地方实验 哦 没有办法在大陆这个地方来进行 这是这个部分 这个要讲这个 我只是简单的跟各位谈一下 这个要讲的是很广很多 光是讲这个能锁的部分啊 就是个问题